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各位JBC買的已經很和味 已經衝破90%了 他們目標交給20% 還差很少 我由17%的時候要大家買 現在再講到目標交給大家 就是340% 其實還會升多4倍 今天的話題 因為這幾天見到很多海洋的女孩子 很多都是單身的 大部份都已經過了30歲 也有很多年紀焦慮的問題 其實他們想求安撫 或者叫我幫你看一把子 什麼時候嫁得出生 其實我發現他們很多硬傷 今天真的要講一下 雖然我平時已經是很偏幫女人 但是真的要持平講一下 其實很多女孩子 我看到明明他們很漂亮 又漂亮 身材又好 沒有什麼挑剔 家裡環境又好 又有學歷 又有份很不錯的工作 有些是你們口中的專業人士 律師醫生那些 但竟然是單身 有些是單到4字頭 為什麼會這樣呢 很多時候女人 我覺得一旦你們的樣子不錯 家裡環境不錯 其實真的很容易 過了30歲 都還是你們很渴求婚姻 但是仍然是單身這個狀態 因為你們眼角太高 每次這樣一談起來 我就會明白 為什麼你們真的 還是會這樣 還是會說 經常想說生兒子 想生兒子 想結婚 想了很多年 然後他們口中 其實是很嫌棄所有的男人 他們目標的男人就是 我要求不高的 我要有少少錢 不要太窮 然後學歷跟自己差不多 然後樣子不太差 要他們覺得看上去順眼 但其實他們看上去順眼 那些是明星的樣子 真的不是普通街 那些招牌摘下來了 那些男人的樣子 然後又要人家有美感 又要喜歡看書 其實是不可能的 真的不可能的 你看看自己什麼 女孩子 女孩子們 你們看自己 你們是否沒有缺點 你們是否先女下凡天之角色 我告訴你 就算天之角色 都不會找到一個完美 你看看現在成中的美人 760年代的大美人 現在都幾十歲那些 他們選了一個什麼老公 都是普通人 無論樣子 和身家 都不是你們想的那種 有要英俊 又要超級大富豪 很多時候 我不會說結婚 女人要屈走 但女人很多不切實際的幻想 引致到你們 其實走桃花運 不用找我看八字 走桃花運 那些都沒有用的 你都會拒諸門外 太想要一些完美 但你們口中 你們會覺得 這些不是叫完美 這些叫有要求 不是什麼人都要 其實 你們看看自己是什麼 善解人儀的女人 你們要一些條件 比較相對好的優質男人 你們本身的人 一個最大的特質 不是仰嶺波大身材正 什麼學歷高 什麼穩定職業都不是 是你們要善解人儀 我看到很多女孩子 是因為家裡環境不錯 你們的人是不太善解人儀 什麼叫善解人儀 簡單到 我試過去一個女人家 她嫁得好 這個女人 我洗完澡之後 在家裡過夜 她會拿著拖鞋 放在我浴室門口 這些叫善解人儀 或者別人來我家作客 我自己都會 可能聽到差不多的水聲 我知道她洗完了 我一開門出來 我會問你有沒有三勢 你不如放在我家裡的洗衣機洗 洗完之後明天乾的 有乾衣功能 這些叫善解人 一些很細微的動作 你會知道 大概這個人需要什麼 一會兒我就會懂得做 我正在做的時候 也不會令人難受 或者是會很噁突的狀態 而我覺得這個特質 是很多女人缺乏的 真的很多男人不是傻的 男人一定 你們覺得不好的條件也好 你們覺得不好的條件也好 誰不喜歡善解人意 去遷就自己 這些是貼心 是窩心的感覺 但我看到很多女生都沒有 你們一味就是把嘴巴說 我自己也不差 我自己也有樣子 我自己也有身材 我自己也很懂得 我喜歡吃Find Dine 我懂得怎樣享受生活 我有美感 我穿衣服好看 我家裡有錢 我有幾層樓拿手 給我的 然後對眼角 是長得天靈蓋那麼高的 所以這些女人也會搞得出來 我跟了四個女生聊天 四個都是這種人 四個都是跟我說 想結婚生孩子 但根本上他們是 他們是 這幾年都沒有一個 我想這三年 基本上都沒有一個 正常的關係 一個正常的關係 很多時候 他們看到上眼那些男人 是被人玩的 人家根本對他不認真的 要是別人介紹給他 可能家人相提的對象 要介紹一些人給他 父母之命 去見一見那些 他又嫌別人 可能嫌別人 嫌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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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是那種 沒有品味 沒有TC穿衣服 我知道女人很多時候都很 很fantasy 你們要看劇 或者玩那些遊戲 戀愛遊戲 那些男生的角色 你們要覺得去到那些 才是正常的 但很多時候 其實 你先看看自己 你自己都很強 不只是不夠善解人意 那麼簡單 你們都很多東西 是缺失的 其實一個男人喜歡你 他都沒有看到 那麼多你的硬條件 他都是喜歡你 但你就會去嫌人 所以一直都是單身 再次 2023年 希望各位單身的女生 或者你們很想結婚的 單身女性 應該這麼說 很想結婚生制的你們 今年是雙春兼潤月的 希望你們容易 今年找到對象 和調整一下心態 希望你們全部都嫁得出 想嫁的就嫁得出 想生就生得出 年生季之 拜拜